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穷殿 虽说找不到被什么给偷了 但皮特很笃定的表示 家里一定藏着什么 当父母出门 皮特去上学的时候 一群躲在家里的小人跑了出来 这些都是寄居在皮特家里的小人 叫做寄居人 或者叫借东西的小人 今天爸爸带着阿丽埃蒂和他的弟弟一起出来 准备向人类借物 至于皮特的父母去找了律师波特 因为他们所居住的房子 毕竟不是自己的 只是外祖母的 当初外祖母说会把房子留给他们 但是没有看到遗嘱的话 律师也不认可这个事情 波特表示你们要在周六前搬出去 因为无法证明房子是留给他们的 也为了小镇的发展 波特决定拆掉原本的房子 建成一个新的24间高档的豪华公寓 说白了这就是他的阴谋 他想要皮特家的那块地 最终这个大型公寓才能建成 可以说他不仅是个律师 还是一个有钱的主 可能律师只是副业吧 此时在家里的阿丽埃蒂和爸爸一起出来借物 爸爸让阿丽埃蒂时刻记者 借物者的极大原则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人类发现他们 不过爸爸也很无奈 女儿越大越叛逆 爸爸却拿了一些必备品 比如电池什么的 而阿丽埃蒂带着弟弟来到了冰箱这儿 准备拿一些冰淇淋汁 但因为弟弟撑不住了 最终我们可怜的阿丽埃蒂被关在了冰箱内 当然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就是失魂落魄的皮特的父母回来了 爸爸让小儿子先回去 自己一个人去救阿丽埃蒂 他躲在了冰箱制冰块的出口 准备接近的女儿 可是这家的男主人竟然准备来点冰块凉爽香 出口肯定被堵住了 男主人还用力的摇晃了一下 从里面掉出了很多冰块 以及一个奇怪的小工具 他们以为是自己儿子做的 因为儿子总是喜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却不知阿丽埃蒂和爸爸早已经离开了 回到自己的家里 爸爸狠狠的批评了一下阿丽埃蒂 表示你把我们都陷入了极度危险之中 但你说一句他至少能回山坠 也然是一个叛逆的小姑娘 不过阿丽埃蒂有一句话说对了 这么多年 他连一个同类都没有见过 难道世上只剩下他们四个了吗 话还没有说完 女主人就在做清洁 吸尘器的超强吸地 让阿丽埃蒂的午餐变成了泡影 晚上的时候 阿丽埃蒂带着一根蜡烛 并用电线产生的火花点燃了蜡烛 这个方式有点牛啊 最终他来到了皮特所在的房间 准备和他一起看电视 但防照的皮特此时没有什么心情看电视 不断的换着台 没多久他关掉了电视 原本阿丽埃蒂准备回去的 却不慎碰到了旁边的塑料小人 掉落身让皮特一下子精神了起来 他似乎发现了异常 最终我们可怜的阿丽埃蒂 为了拿回蜡烛 被抓了起来 他以为这个人类会压扁自己 但实际上并没有 皮特说 人类并不是都是坏的 我为什么要压扁你 他很早就知道 家里有一群人存在 只是没有见过样子而已 本来还很开心见到阿丽埃蒂 但想到自己一家人就要搬走 就很沮丧 因为房子这里就要被拆除了 不过皮特表示 他可以帮助阿丽埃蒂一家人搬走 回到家的他和父母说了这个事情 一开始 爸爸不同意 表示你要把我们交给一个成天之早 抓捕我们玩具的人类手上吗 不过他们要是不搬走 这里的房子 迟早要被拆除的 也非常的危险 最后爸爸妥协了 皮特把他们放在了一个盒子内 并放了一个对讲机在里面 但汽车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他们所在的盒子 被一个孕育板给砸到了 这也导致了 阿丽埃蒂和弟弟 从缝隙中掉出车外 虽说皮特极力要求父母停车 但父母以为他只是不想搬走 没有太在意 至于弟弟则坐在了大便上 这个真的有点小恶心了 无奈之下 两个人只能先回到了家里 也在家里遇到了前来找遗嘱的波特律师 阿丽埃蒂才意识到 其实并不是皮特的外祖母 没有留给他们遗嘱 而是被律师给隐瞒了 因为他想要得到这处房子 才能建立他想要的大公寓 所以两个人偷走了那张 放在灶台上的遗嘱 本来律师是准备烧掉的 当时打火机不给力 一转身就被偷走了 此时我们的皮特 带着阿丽埃蒂的爸爸妈妈 一起去了原来的家里 准备找到两个孩子 不过他们不知道 在家里的阿丽埃蒂和弟弟 遇到了律师前来的灭虫专家 用各种武器对着墙壁喷射 就是为了毁掉遗嘱 虽然两个人也发现了小人的存在 但是波特只想要拿回遗嘱 并不像那名灭虫专家那样 带着欣赏的意味 反正这一段真的非常的惊险 弟弟也差点被他们给抓住了 所以两个人准备离开这里 前往皮特新家的位置 毕竟阿丽埃蒂也是看过 这个小镇的地图 谁知道不会特别的远 他们往皮特的新家去 但皮特却带着爸妈 往这个方向来 从电线的这一段 滑行到另外一段 真的有点牛 估计此时的波特律师 都要气暴躁了 他让灭虫专家想办法 无奈之下 灭虫专家只能浪迹的狗出动了 通过弟弟当时留下来的衣服 狗很轻松的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虽然在屋顶的水槽上 但至少狗发现了他们的位置 此时回到家的皮特 发现小人的房子都被破坏了 也找不到阿丽埃蒂和他的弟弟 不过爸爸妈妈发现 阿丽埃蒂标记了地图 知道他们要去皮特的新家 但在排水槽姐弟俩 遇到了一只鸽子 弟弟一下的后退 掉到了排水管内 最终滑到了一个牛奶瓶中 本来波特想要拿起这个瓶子 却被之前那名警察给盘问了 毕竟当时在皮特的老家 波特对警察的态度可不友好 所以警察找你麻烦也没啥 也就是多问一些问题而已 但我们可怜的弟弟 被收奶瓶的工作人员 给带回了牛奶厂内 阿丽埃蒂非常的难过 哪成想 背后却出现了另外一名小人 施皮特 在他的帮助下 阿丽埃蒂来到了牛奶厂 找自己的弟弟 至于律师和灭存专家也来了 在路上 皮特看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所以也跟上来了 就讲伤火人来到了这里 律师是准备拿回遗嘱 并抓到小人 灭存专家 其实倒是没有打算灭掉他们 而阿丽埃蒂和爸妈 都是为了救回自己的弟弟 虽然最后他们救出了弟弟 但是却被波特给抓住了 还把施皮特丢到了角落机里面 如果不是皮特及时赶到 估计几个人都要死了 此时的波特准备去政府的拆迁部门 申请拆迁 却因为他的态度恶劣 被工作人员乱指路 至于皮特在灭存专家的帮助下 来到了政府 因为态度友善 工作人员告诉他位置在哪里 就这样他们在政府部门遇到了 波特还被引到了一个放置时候的房间内 他一直以为面对的只有几个小人 那样的话太简单了 实际上整个城市 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寄居人 虽然波特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人类 但对于团结友爱的寄居人来说 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电了最后 皮特带着警察来到了这里 逮捕了波特 最后他们也搬回了尔街的家里 这次没有人类和寄居人之风 皮特时不时的拿一些东西 给阿丽埃蒂他们 至于我们可爱的女主 也遇到了尔街的缘分 两个爱冒险的人在一起 生活还是很刺激的 最可怜的就是波特了 在警局内 说自己见到了很多小人什么的 却被当成了一个分子对待 可以说日版和这个版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前者更细腻感了 这部则更轻松飞鞋 都非常的脏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